Hello 今天這條影片跟以往有點不同 今天沒什麼主題 因為我剛剛見完客人 現在腦子有點緊張 那又是時候煮飯了 那拍一條片動態 讓大家陪我煮飯 我待會煮揚州炒飯 因為我很想吃茶餐廳的東西 我記得我跟Kid 學過的 我不是想做廚藝KOL 因為我自問我對家的設計很有形式 但是我對於吃東西是完全沒有味道 我有豉油、沙律醬、芝麻醬 我已經覺得是美食 我只是過了之後才開始煮食 那待會煮飯的時候就聊天 如果大家想跟別人學煮食 記得跟Kid Mart、梁梓玲、Martin、Kerry 他們都很好 那就不要跟我了 我這個是完全無聊示範 炒口飯要這個 我現在有點緊張 為什麼我要做這集 幸好我沒有勇敢地開過Live 我怕我瞞著大家 我還是覺得我自己做完之後 慢慢剪幾刀 然後才上載好一點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有炒飯 我來福建炒飯 然後雞 雞肉 我不吃雞肉的 因為我吃雞絲 然後這個要自切 因為還要醃 醃了雞 冬菇要先榨乾水 我記得的 還有菇水也要用 很想說我帶了很多日本的東西過來 無印的 這些是香港以前用的 其實我在這邊也沒什麼買過東西 除了一個火爐 我知道大家應該是想我拍這個 HOME TOUR 但我一直都找不到人幫我拿機 所以我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盡快做好它 因為我已經做好了很久 但也沒有時間處理這件事 冬菇是不是這樣切的 我平時切得很好 不要這樣 我再重新一次 這個不是教煮菜 純粹找人陪我煮菜 是的 我是地獄廚神 我小時候曾經燒過廚房 所以我很多年沒有煮過食物 除了COVID那幾年 我才廚房進步了一點後 我都沒有認真 切東西要小心點 是不是很刀工 原創者的食譜是很成功的 但我不知道待會不會有 甘口面皮去踢別人 現在是玩過界 我記得我剛剛過來的時候 一直都買不到刀 因為他們在網上買刀 因為我在網上買刀 因為他們要身份認證 要18歲以上 還是25歲以上才可以購買 然後走了很久 誰知原來DUNAM賣刀的地方 他們放一張卡紙在這裡 叫你買 叫你去收銀拿 我完全錯過這件事 基本上是用力量蒸了 我完全沒有,只是浸泡 醃雞 醃雞 糖 少許就算了 粉 我沒有薑蓉啊 我不想切薑 所以算了 哇,很多水 死了 平時在這裡指指點點 指指點點 人家家裝修成怎樣 現在給你們一個機會 指指點點我煮飯 究竟有多隨便 我覺得我出了這條片之後 這條片之後 一定會 一定會 一定會被無數這麼多人笑我 哈哈哈哈 接著 這個是 菇水 麻油 糖 不用不用? 我要加這個 嗯 我想加一點菇水 因為香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食譜真的有大排檔的味道 我不知道我今天 現在 在鏡頭面前我會煮得 平時的水準 我現在有點害怕 咦,我是不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做什麼的 嗯 因為 就這樣打下去 就要出生 哈哈 哈哈 我記得上年11月過來的時候 這間屋是什麼都沒有的 它唯一機器用的電器就是一個燒烤 然後就是一個焗爐 雪櫃、洗衣機、乾衣機等什麼都沒有 所以全部都是自己的 接著我記得冬天的時候 是還沒買車 那時候剛剛到 接著是很慘地要走 四個字下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然後 你落下超級市場買東西 你就不會想買少許東西 然後就 左一袋右一袋 走回四個字回來 還要是 11月是很冷 然後沒有雪櫃 沒有雪櫃 你雪不到東西 你有爐都 搞不定 然後 我就買那些 燃繩可以焗爐 因為當時只有焗爐 這個我還沒有 然後我就放了窗台 因為外面只有 負多少 放窗台其實有幾度 其實等於雪櫃 所以我 經歷了 幸好上年 我來的時候 剛剛差不多 黑白日 我就 黑白日 處理了所有的東西 結果 買了一個雙門雪櫃 都是三百多磅 我的貓 有機會我做 home tour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 說一說我家裡買了什麼 先買一買 很懶 真的很懶 我記得 剛剛過來的時候 我都還會 因為煮得慢 好久都沒有煮過 然後 然後 我又覺得 這邊的東西很難吃 因為 你給了錢出去 但是東西很難吃 心理有多不平衡 所以我已經 我已經放棄了 出去吃東西的念頭 所以我三餐都是自己煮的 然後 剛剛開頭的時候 自己煮 每一次煮一個小時 因為沒有了三小時 煮一吃 所以我呢 我現在只煮 一天只煮一次 然後 訓練到 在三十分鐘裡面 就處理好 我一餐 尾巴可以摺進去 我平時不是這樣的 我平時真的不是這樣的 我對著鏡頭很緊張 我覺得我做不到 煮的食物 不如下次走公園 聊天的時候 我再說 因為剛剛做YouTuber 都 即 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我叫不叫做YouTuber 但是 叫做 開始了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一月過來 然後十二月 十月尾租了房子 十二月 就想有些什麼去做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過來之前 我在想可以做 講一些關於設計 因為其實 YouTube上面有很多人 講設計 但都是英文 但我覺得 沒理由沒有廣東話 那就 做這件事 然後十二月第一條片 拍了 拍了三天 剪了兩個星期 我才到第一條 但現在回想 其實 色彩學理論 誰會聽 哈哈 我想說 如果大家想買 Tofu 這個 可以不買 因為 這個東西有點神 我覺得 先炒飯 然後 說到哪裡 十二月的時候 我想 可以做些什麼 又不想找工作 所以就拍一片 因為我個人不可以定 下來 我總是需要一些 其實我想知道 生粉水分量是多少 我每一次都會隨便 如果有人知道 我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 說到哪一條網友 不知道做些什麼 又不想找工作 就拍了第一條YouTube 然後 最初的時候 我期望一個星期出三條 不知道哪來的自信 一個星期出三條 但是用兩個星期才可以 剪第一條片的時候 接著 覺得這個不成 這個 期望 這個目標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都是 減產到一個星期一條 我期望是 Quality 好些 但我都不想 只說 起碼有些 Animation 讓大家可以 因為吸收知識 其實很難的 你不引到人的注意 其實 不Stay 在這條片裡 其實很難 所以要做多些 給大家 但是這些是需要試 是不是有貓 我的鄰居 這麼有趣的 走進人家裡 但是不說 接著就 一個星期一條 做到現在 現在十幾條 因為 2月我去了話說 有一個月沒有更新 然後 其實大家 的DM 我也有看的 大家如果想DM我 你可以在Instagram DM我或者E-mail我都可以 我都會看到 最近有個客人 就DM我 想做 幫他搞 Styling Interior Design 其實我們都在做 其實我一直都 如果大家 因為我現在做一個 project 我又未公佈 就是如果 你們 譬如有間新屋 不知道怎樣做 又或者 家裡有些 很想大改動 又沒有找到意見 你不想 馬上 即不是大裝修 那些 我就做個project 我就會 一個Zoom 見面 一個小時 就會有個收費 你問到多少 就問到多少 那 遲些會正式公佈 趁這個時候 就賣了廣告 這隻鑊應該熱了吧 嗯 接著這裡的鑊 唉我不想說 我未吃過一個 有鑊氣的炒飯 在這裡 Kip Mac 說 不要讓他停留 你們聽不聽我的貓 啊 誰說過 不要動它 但是又說要動它 喂 喂 這樣 小鹽 我對鹽很韌色 我不是很想吃鹹 我吃太鹹 我會水腫的 那個人 我覺得我已經 我看第一條片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我覺得自己那時候很瘦 因為沒什麼小吃的 但是我越剪的片 我覺得自己越來越腫 那個人 為什麼一塊塊 是不是撈得不好 陳車你憑什麼 開一個 陳車你憑什麼 開一個片 在這裡教人 和人煮菜 在這裡獻醜 下次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都 那些片 因為我口齒不清 所以我一定要寫稿 如果我不寫稿的話 我對著鏡頭 會發呆 而我說的 這麼理論 我真的 不知道會錄到 有稿 我都錄了三個多鐘 對著 背了再錄 我都錄三個多鐘 如果沒有稿 我不知道我講了多久 完成 之前我看 我過來之前 那些 我看大家 一些網上YouTuber 說有些什麼要帶過來 一些中式廚具 跟著 蒸爐 不要帶啊 中超大把 我不知道聽誰說 要帶過來 跟著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煮食那些 除了 我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要帶 中超什麼都有 是啊 然後我放了很多東西過來 所以呢 我的損味道的時候 我是非常慘 因為我知道 明知自己會有東西過來 所以我更加不會買 沒有理由買Double 那 那 人在野三個月 不是 人在野兩個月 等它們到我才有齊所有工具 可以煮食 好像要蒜蓉 但我想說這些 我免得再切 但是 酸 嘗 接著是雞 哇 好香啊 在茶流的味道 好啊 好像有點大塊 雞肉 最殊我今天沒有 會聽不到我說話 最殊我今天沒有 芥蘭和梨筍 要不然加一些綠色 我現在一定是只有甘筍 但是甘筍好像說 要鹵它 拿鹵它才大大 才大 哇 焦了 然後紹興酒 是啊 那個project 啊 說回剛剛的project 又進來 就是這個project 會快要公佈 就是希望大家 因為 有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或者 家裏有些事情改變 想 就是有很多人有些事情 不知道怎樣改變 不知道怎樣美化家裏 但是又沒有理由 去 請個 設計師 你不知道外面的 那我就 這個是一個 明馬實的 你想到什麼 你想改善什麼 我幫到 都會在Zoom幫 那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DM我先 因為 小弟下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其實我應該回到香港 我要回到香港 處理一些事 要水 所以 比較忙 所以還未正式公佈 那 就 期望 在香港回來的時候 我就處理好 好像要更多 那就可以 幫到大家解決問題 之前你們有 我們有個訂閱 給了一些提示 多謝你們 但是我覺得 無功不受錄 好像 正正式式 我做的事 提供一個服務 給 收錢會更好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要加這個呢 隨便吧 有沒有漏呢 有沒有漏呢 差點綠色 真的差點綠色 不過沒辦法 煮滾它 埋芡 完成 啊!蠔油 差點忘記了蠔油 要鮮味 我覺得我過了來 我覺得我過了來這麼久 我都沒有出過汗 我不知道回到香港會不會熱死 現在 我錄這片在五月 尾 我猜六月 頭出 然後 我都沒有出過汗 11月到現在 我覺得身體裡面有太多毒素 要排一下汗 還有平時在香港會走一萬步 不是 一萬幾步 然後這邊是完全沒有走過路 我覺得 我回香港要 處理一下 嗯! 很香啊 糟糕 雞好像切得大顆 如果小顆會容易熟 現在好像煮久了 好吃!好吃! 我最想念香港的是 食物 胡椒豬肚 雞煲 牛腩麵 我希望在這段影片看到 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在香港在搶這幾個東西 它想進去撈 是不是可以埋圈 還有我去剪頭髮回香港 我現在頭肉酸 我這邊的巴巴是神經刀來的 突然間 它一次剪得很好 很棒! 我覺得看人家最開心的第一集 那頭是超美的 但是剪下剪下剪下 剪到壞到 不知道突然間這裡是有塊東西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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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然後我要回香港馬上剪頭髮 搞不定 大哥 差一點綠色 就是一個美麗的福建炒飯 不要緊 我回香港吃 ただ一天 就很美 是不是要像那些Youtuber那樣試吃 嗯 好吃好吃 嗯 好吃 那今天這條片講到這裡了 我真的要吃飯了 你喜歡這條片這些 無聊廢話的話 留言嘉一告訴我 好像很大煙 你看不看得到我 那就下條片見了 拜拜